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唐朝女性的开放程度也是在历朝历代中也是最大的 这一点在我们平时所看的电视剧中 唐朝女子的装束也是可以看出来的 唐朝女性的开放程度有多厉害呢 结果你意想不到 唐朝在强盛时政治上有健全的载向制度 敢于听取尖锐的意见 文化上张开双臂接纳东西南北的各方文化使者和经济客商 当时各国人士都争相来长安欢光旅游 这些使者按照他们的风俗 不败也不贵 唐朝的皇帝照样高兴 而当时对唐朝最崇拜的是日本 即使现在还可以看到很多日本从唐朝学来的文化 不像在后面清朝时期 1793年英国马甲尔迪史团来中国 为了跪拜不跪拜争论了一个多月 当时长安还有很多外国贵族 因为各种原因前来都受到唐朝政府的礼遇 他们在长安还可以做官 不少人都融入中华文化之中 与唐朝的著名诗人往来相送 成为好友 有了外国贵族 在长安住久了 就娶唐朝女子为妻 落地生根 以华夏为故土 文化是相互影响的 唐朝文化远不外遇 同时也受外遇文化的影响 直到现在我们的很多乐器 生活用具 食物等都带胡字 就是证明 以史就有记载说当时的长安 唐人与胡人杂术 娶妻生子 致使长安中少年有胡心仪 唐朝人佩戴的首饰薛术也不同往期 唐县宗圆和年间 长安流行胡复 所以白居易的时事装说 当时女性是斜红不晕着面状 把面孔涂成红刻色 像歌舞伎一样 白师又说 缘和装书军记取 记对面者非华风 不仅面孔变了颜色 发誓也悉情怪状 堆得高耸入云 摇摇欲坠 眉毛泽 化作低八字形 唐朝的开放是社会全面的开放 使人心的充实 使文化的喜悦 有胜就有衰 这是自然的发展规律 后来党争加剧 宫廷内斗到火拼的地步 唐朝的气象就暗淡下去 不过 即使是衰败的晚唐 文化照样不是其他小国能比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